说到中国近代的武术大师,大家立马会想到杜心武、霍元甲、李小龙、龚宝田、东海川等等,跟这些武术名家齐名的还有一位,他就是吕子健。 吕子健是湖北一昌人,生于武林世家,少年便得到闽师指点。 他拜别师父下山后,开始在江湖行侠仗义出报安良。 他后来跟杜心武、霍元甲齐名,三人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侠客,对战三景秀夫上世纪三零年代,吕子健来到长江边。 当时长江航线有许多外国轮船企业,比中国的轮船好得多,所以经常在航线上乱冲。 很多中国商船被撞翻。 当时上海的航运公司举步为奸,当着政府也不敢管,这时吕子健站出来,他利用自己的武林名气,很快就号召了许多人士,让大家不要乘坐外国商船,也不用他们的商船运货物,很快外国商船被迫停运,于是他们就要教训吕子健。 听说吕子健是武林高手,他们请来日本武士三景秀夫,三景秀夫就吕子健下战书,这关乎到民族的尊严和利益。 吕子健欣然接受挑战,在冯玉祥等人的见证下,吕子健和三景秀夫立下身词撞,即在校场内决斗,胡料几个回合下来,三景秀夫就口吐先训。 事情传开后,居国上下沸腾,和冯玉祥拜把子做蒋介石保镖,冯玉祥见吕子健如此厉害,两人又看得来,于是双方拜了把子,结拜为异性兄弟。 从此吕子健声宁远播,人们都叫他长江大侠,后来蒋介石听到他的名气,也希望请他担任自己的保镖,一脚踢死美国拳王。 在担任蒋介石保镖期间,1945年仲庆谈判时,美国上将马歇尔将军来到仲庆,他身边有一位保镖名叫汤姆约翰,此人是美国黑市的拳王,他听说蒋介石身边有个吕子健,便想见识一下,并且谅言要打败中国武术节的所有高手。 在此之前,汤姆约翰已经打败过中国不少武林人士,每次打完都要说上一句,中国功夫不过如此的狂言。 吕子健经说汤姆约翰的嚣张后,决定跟对方打一场,尽管当时他已经52岁,对方才30多岁,在重庆南山的擂财上,吕子健跟汤姆约翰交手,约翰年轻力胜,擅长猛攻的却是个劲敌,吕子健虽然年老,但不体衰,他身段灵活,反应几快,几个回合下来,一招八卦连环腿,将对方踢到赛的。 汤姆约翰立马被送往医院,不料在途中就不是身亡,新中国成立以后,吕子健致力于发扬中华武术,许多慕名者前来拜师协议,他大力传授八卦掌之道,2012年10月21日才去世,江年118岁。